其实美股的推介 我首先大家都知道 如果很长线的 其实大家知道就是Tesla 是的 我都猜你是会这样的 但是当然如果大家觉得Tesla是太大波动的 那其实差不多我们都觉得 很有核心的互乘河就是Apple 就是不是说一些什么高息的股份 但是如果你说在我们很核心的持仓里面 其实大家都知道Tesla是其中一只 Apple是我们新家觉得是很有核心持仓的价值 这两只的波动已经不同了 可以自己各自有自己的偏好 当然有些人都知道 我们其实还有一只股份 也是长时间很喜欢的 就是Enphase 就是EnPH 其实昨晚也弹了接近10% 其实我们会这样看 这个我们就是在吃这个 欧洲对于替代能源的需求发展的 是的 它之前撒下来 就是它不是撒了两棍急的呢 是 有少少是因为内地 就是 大家知道有一些光伏股 就是出准业绩 就是说Inverter不是那么行 是 那它就有份拖下来 还有有少少获利回套的那一刻 因为其实它由低位弹上去 是责得多的 是的 那变了其实我们自己觉得 现在是 这只股份 我们觉得是仍然 保持着 大家 是 要对于这个光伏的需求 对于民用上面 甚至可能大家常常知道 家里的电柱那样东西 其实Enphase是做这些东西的 而且它刚刚出份业绩 都是看到它的指定性 都是强的 所以这只应该是三只 当中 都是 最进取是它的 最高风险是它的 我们三只核心肠 因为很多观众跟得来 都知道是这三只的 我反而当作一个更新 好